桃園有民众侵入了轨路铁道的轨道遭到电击 在今天早上9点38分 中立站到内力站之间 原一名男子手持着长条路走在路线旁 结果碰触了台电的电线 导致了台铁的电线 结果导致感电导卧在地 列车驾驶发现之后 紧急停车并且通报 一度影响了通车 10点11分的时候恢复行车 而消防到场时 男子全身有42%到3度的烧烫伤 还好意识清楚 随后被紧急送医 后续也将医公共危险罪争败